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今天呢,我们来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系列课程的一个学习 那么这一系列课程的一个主题呢,是 使用HTML5来实现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游戏是什么呢 俄罗斯方块这样一个游戏 那么通过它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来使用这个HTML5里面的Canvas来做这样一个游戏开发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一个内容 这节课呢,是我们这一个系列课程的第一讲 它呢,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课程介绍的这样一个课程 好 那么第一个呢,是关于我 我呢,是J 然后呢,是一个前端工程师 然后呢,也算是一个伪权战工程师 为什么叫伪呢 因为其实上真正的一个全战工程师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概念 然后,然而在我们这个前端的这样一个行业里面的话 我们一般把能够做这个前后端一起的一种一种工程师呢 就可以称之为全战工程师 所以呢,在我这儿,我自己认为是一个伪权战工程师 然后现在呢,是从事这个前端开发 与这个一些UI框架或者说前端框架的一些设计的一些维护 然后擅长呢,是前端的一些MVC的一个框架 比如安格拉JS或者说其他的一些VU1之类的 然后呢,熟练的使用这个load和mongo等这个前端周边的这样一些技术 好,这呢,就是我的一个个人介绍 然后呢,我们来再看一下本系列课程的一个介绍 那么本系列课程,我们主要是做什么呢 那本课程呢,是比较基础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教程 第一个呢,是它比较基础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太高的一个水平就能去学习 然后第二个呢,它是一个实战的一个教程 所以呢,它是基本上是没有理论性的这样一些东西 就是直接从这个具体的一个项目开发来解释 或者说展示如何来使用 我们在这个开发里面所用到的这些技术 然后呢,它是通过从0到1的去编写一个原生Converse的这样一个游戏 来了解如何利用这个Converse进行一个游戏开发 那其实Converse呢,是在这个HTML5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特性 因为只有通过它,我们才能够灵活的控制我们的这个浏览器的一个显示 而且也正因为有了它从而导致了这个Flash的这样一个衰败 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课程的一个介绍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培训对象 当然这个培训对象的话,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第一个呢,是有一定的一个GS基础 为什么呢?如果你连GS基础都没有的话 我相信这边,到时候我们直接上代码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看得懂 所以呢,需要学员有一定的一个结实基础 然后第二个呢,是要了解Converse的一个基础使用 这个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这样一个理论性的一个课程 所以呢,它没有去,没有涉及到这个Converse开发里面的一些很细节的一些点点滴滴 我们只会对这个开发里面所遇到的这些用法进行一个讲解 那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学员有一定的一个Converse的一个基础 然后第三个呢,是因为游戏学员可能是,可能说他用过一些游戏的一些开发框架 这个呢,他就可以在这上面做一些应用 但实际上呢,他又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底层的Converse应该如何来实现 所以呢,也面向这样的一类学员 然后第四个呢,是对这个Converse的游戏开发比较有兴趣 想尝试一下,那么这样子的话也可以来学习这样一个课程 好,谈完了这个有培训对象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系列课程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首先呢,我们是要学习这个基于原生这个Converse的一个游戏开发 这里面呢,主要包含的就是以下几个,当然还有更多的一些地方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加载 因为在游戏里面,我们可能会设计到一个游戏加载暂停和恢复 所以呢,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知识点 然后第二个呢,是资源的一个加载方式 因为我们在游戏里面可能会用到一些图片声音之类的 而且这些东西的话,它是一部加载的 那我们如何在他们加载完毕之后,再来开始游戏 那么这也是一种需要控制的 然后第三个呢,是键盘控制 因为对于一个游戏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需要人为去操控的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键盘的一个控制 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知识点 然后第四个呢,是游戏的一个逻辑控制 游戏最核心的,除了一个UI的话 也就是我们它的一个玩法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逻辑控制了 只有进行一个完善的一个逻辑控制 那我们这个游戏才能称之为一个可玩的一个游戏 然后第五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模块化的一个开发方式 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游戏里面 游戏的一个逻辑分支比较多的时候 如果我们都留和在一个文件里面 我们是很难进行一个维护的 那第五个呢,我们就需要学会如何来拆分这样一些小的指纹 拆成小的指纹件 然后呢,我们在最后把它合并成一个文件 在这种方式 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点的话 就是说要了解一个完整的一个HTML5的这样一个游戏 是如何从设计到开发完成的 那这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好,课程目标说完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开发环境 现在的话,这个开发环境的话 由于我们这个游戏是比较一个轻量级的 也比较小型的这样一个游戏 所以呢,我们仅仅只选择了一个文本编辑器 就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了 我们不需要一整套的一个ID这样一个环境 因为ID的话相对说比较完善 但是呢,也比较耗资源 启动也比较慢 那这里呢,我只选用了一个VSCode 它是这个Microsoft推出这样一个跨屏内的一个编辑器 然后在这个网址呢,我们可以去下载它 好,具体的一个效果的话就是 好,这个样子 其实的话,毕竟一个该有的东西它基本上都有 好,已经足够我们使用了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关于整个课程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介绍 这呢,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内容了 那在下节课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进入 真正的这样一个游戏开发的一个环节 那我们在这课再见